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首要关注的是印尼新任总统普拉伯沃 他的经济政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特别是他对于财富平等的承诺和对市场导向政策的偏好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无人机巨头DJI对美国国防部提起的诉讼 这不仅是商业争端 更是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缩影 最后 我们将报道北京对汇丰集团的呼吁 希望他们能继续支持中国和香港的发展 这一举动显示了中国对经济稳定的重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日华尔街报道 印尼即将上任的总统普拉伯沃的经济蓝图引起广泛关注 他的目标是透过改革来促进财富平等 并对传统的坚低经济学提出批评 尽管他有社会主义的背景 分析人士预测他的政策将更偏向市场导向 力求实现每年增长8%的目标 同时 中国无人机巨头DJI 应被列入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公司名单 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 强调其指控不实 并指出这对其商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进一步凸显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 北京呼吁汇丰集团持续支持中国及香港的发展 重申一国两制的原则 显示出中国对经济稳定的重视 六度台报道 美国政府再次展开遣返行动 超过100名中国非法移民被送回国 显示出美方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泰国前首相塔兴英涉嫌非法影响政治 而被选举委员会调查 这一事件可能会影响多个政党的未来 美国与德国 法国和英国的领袖们重申将持续支持乌克兰 并呼吁迅速结束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显示出国际社会对于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中国新闻灵异则探讨了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 经济刺激政策与生育危机 尽管北京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振兴经济 投资者和出口商却对这些政策表示不满 认为其效果微弱 呼吁政府采取更具体和全面的行动来提升市场信心 同时 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 专家警告如果不改变生育政策 未来的生育率将无法达到稳定人口所需的水平 这将对国家的人口结构造成严重威胁 此情况下 中国无人机巨头大将起诉美国国防部的事件 也使得国际商业环境更加复杂 今日华尔街报道 奥巴马在亚利桑那州为哈里斯助选 正值选举关键时期 哈里斯的支持者们积极集结力量 力求在这个摇摆州赢得选票 奥巴马的出席无疑为哈里斯注入了强心计 吸引了大量媒体和选民的关注 展现了民主党的团结与决心 同时 哈里斯也在演讲中强调了他对选民的承诺 呼吁大家共同努力 确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 联合早报报道了美国各地学校面临的肉类召回事件 近1200万磅的肉类因可能的里斯特军污染而被召回 虽然目前没有确诊病例 但这一事件提醒我们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学校这样的公共场所 家长们纷纷关注自己的孩子是否受到影响 学校也在积极采取措施 确保食品安全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对食品供应链的广泛讨论 强调了监管和安全检测的重要性 六度台的报道聚焦于中东局势的升级 真主党在哈马斯领导人被以色列杀死后誓言报复 局势紧张加剧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同时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 因被列入美国国防部黑名单而提起诉讼 指控此举对其造成了重大的财务损失 要求法院撤销这一不利决定 与此同时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 俄方归还了501名乌克兰士兵的遗体 此举被视为自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遣返行动 显示出冲突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人道考量 明镜想点就点报道 美国在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中 特别强调了日本在AUKUS伙伴关系中的重要性 美国副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在东京会议上明确表示 日本被视为AUKUS的第一伙伴 希望其在科技竞争中提供支持 随着美中关系的紧张加剧 美国希望与日本在先进技术领域加强合作 尽管日本对核协议的忧虑仍然存在 同时 华为在马来西亚的5G网络计划 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忧 马来西亚首相安瓦尔·易卜拉辛 希望利用华为的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 但这一决策可能对于西方国家的商业关系产生影响 香港电台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的两用物项出口 管制条例将于2024年12月1日起实施 这项条例旨在维护国家安全 同时促进合规贸易 确保两用物项的出口得到有效管控 出口经营者在申请出口许可时 需提交最终用户和用途的证明文件 并在发生变化时及时报告 条例还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关注名单制度 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管控 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明镜电视的分析则探讨了中国男性平均身高 高于印度男性的原因 研究表明 自1985年以来 中国男性的身高增加了8厘米 而印度的增幅却微乎其微 背后涉及遗传 营养 健康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多重因素 此外 节目还提到以色列国防军 与哈马斯的激烈战斗 以及美国历史中的一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揭示了文化与精神层面的深层意义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了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 该条例将于2024年12月1日生效 旨在增强政策透明度和规范性 两用物项是指既有民事用途 又可用于军事的商品和技术 美国指责中国通过这些商品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而中国则否认向任何交战方提供武器 新条例设立了出口许可制度 要求出口商披露最终用户及商品用途 与此同时美国对两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因其参与制造和运输攻击无人机 导致乌克兰的重大伤亡 香港电台报道 菲律宾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导致一名中国公民遇害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要求菲律宾当局加大力度追捕凶手 并保障在非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使馆发言人表示 将与菲律宾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推动案件的公平公正处理 并为在押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生活支持 此事件凸显了中非两国 在保障公民安全方面的合作重要性 德国之声还提到 中国建设的秘鲁巨型港口前开港 将于11月下旬是运营 成为中拉之间的陆海新通道 港口的运营商中 原海运集团计划开通直航上海的航线 并逐步扩大运输能力 美国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中国可能通过控制 该港口增强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专家指出 港口的独家经营权 将使中原海运能够控制航线和价格 进一步加深对南美资源的掌控 与此同时 前开港的建设 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抵抗情绪 显示出基础设施 建设对社区的影响 中国经济放缓表现出不寻常的波动 股市救援计划如同打了墙心针 房产市场滑坡就像被胖子压住了 中国股市深探 2024年10月19日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经济的现状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GDP增长4.6% 低于政府设定的5%目标 经济的未来依然充满变数 中国央行计划在第四季度降低银行的准备金率 以促进资金流动 这对于企业获得贷款至关重要 此外 中国推出了一项高达420亿美元的在贷款计划 旨在支持股市的持续上涨 这对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也隐藏着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在星岛日报的报道中 令人震惊的是 一名18岁的中国男子 在日本骑育县酒驾逆行 导致一名51岁司机不幸遇难 虽然这名男子的呼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0.15毫克 但检方却认为其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 最终以过失驾驶最起诉 事发当天 这名男子与有人饮酒后开车 逆向行驶并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冲向十字路口 最终酿成惨剧 令家属心痛不已 美国之音中文网则报道了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湖的住所遭到无人机袭击的事件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与此同时 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的空袭造成至少21人丧生 冲突的紧张局势愈发加剧 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似乎没有停火的迹象 双方都在继续进行激烈的军事行动 内塔尼亚湖在袭击后表示 什么都吓不住他 并重申以色列将继续打击哈马斯 确保国家安全 此时 伊朗最高领袖也发誓将继续支持哈马斯 局势愈发复杂而严峻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